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領袖訪談》 一個透過邀請商界領袖 就著五個永續營商領域 討論他們企業實踐永續價值鏈管理 開創新格局的經驗分享節目 這一集我們邀請到 喂 你好 早晨 歡迎你 這裡有 請 開始之前我們有個小遊戲 我們收集了一些網上搜尋黃潔龍的時候 會出現的關鍵詞 希望邀請Simon簡單回應一下 典型的一天是怎樣度過的 有很多人想像我是不是很忙 其實我又OK 例如我雖然幫很多政府給我的任命 公職 但大概都是佔我三分一時間 群舖不是我的日常工作 因為我真的有同事去做 有管理層去做 我信任他們 管理上來說 總之我每個星期三都會有一個 我叫做行政會議 二十多三十個最主要的管理層 就是在那裡 談公司一個星期以來最重要的事 以及要盡量做到一些決策 疫情 飲食界轎和 疫情大家都很困難 求生存 一定要想辦法 盡量是創新的辦法 所以可能就是這樣 別人就叫我做 竅王 不過我自己不認 或多或少都在 不同人跟我說話裡 炒一碟 自己想到一個 突然有個點子 拿出來和同事商量一下 第三條 《窮富翁記著者一刻的感動》 其實很多人都看過 港台的《窮富翁大作戰》節目 這個節目對我影響很大 因為那四天三夜都很真實 二十四小時追著我來拍攝 事後我也推出了代用犯 雖然很輕微 但也幫助社會能力範圍內做到 自此我對公司員工的福利 所謂的好人好事都是人之常情 就是《罪富樓集團珠色會社》 我爸爸在大陸幾十年前 游泳來香港 那種很典型 幾十年前的移民 他開始試試創業 試過失敗 直至1986年才出第一間《罪富樓》 自此之後 很多分店都用《罪富樓》開 最高峰時 《罪富樓》有三十多間 在香港和廣州都有 後來到我接手 十三年前 三十多間 變成只有五、六間屋邨酒樓 經營狀況都一般 所以我回來之後 一心知道要改革公司 要帶著公司去做一些新的嘗試 成立了一間紙的集團 叫《珠色會社》 都是想一個新開始新嘗試 請回新的同事 去給公司有些新的動力 所以後來的牛角 MuMu Club 這些我們新的日本品牌 亞洲菜品牌 都是通過《珠色會社》 現在《珠色會社》 就大於《罪富樓》本身的業務 所以我們又用《珠色會社》 去將一些新的管理方法 思維又影響《罪富樓》 相信聽眾對你的認識 又深入多一層 其實我們今次邀請你 還想請教一條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王傑龍先生的 永續價值鏈管理 其實我回來之前 你想想都是一個大決定 因為我自己本來都是做了十一年 是做土木工程 也有少許事業 跟老人家 包括我爸爸 是有一個對話的 我問了他們兩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 就是我問他們 是否繼續想在飲食業會發展 他們都很踏實地回答 我是想發展 對飲食業是有熱誠的 跟著這個問題很重要 如果我們想再發展 我們公司《罪富樓》 是一定需要改革的 但改革是很痛苦的 大家有沒有一個決心 和心理準備 跟我一起去經歷這場 痛苦的改革呢 有了他們這種說法 我才回到第二次職訊 就回到第二次職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話 其實我現在想回頭 是很關鍵的 因為否則可能我回來 就會有一種觀望 我見很多第二代 都會經常跟我說 回去先看看 一些事情 然後都是某個程度 在上一代的影子之下去工作 但我這個未回來 已經說明要改革 其實這個改革 又不是想像中 那麼難說服他們 因為大家都預了要做 所以後來又出現 珠色會社 其實有一個秘密很少說 我真的參加了《罪富樓廟》 有點像一個公司的政治制度建立 這個過程是被人客見得到的 其實是一個制度建立 其實是更加重要 我們公司大約40年歷史 頭的大部分時間 可能有三分二時間 都是比較人質一點 因為我爸爸和拍檔 都是很辛勤工作 很聰明 但比較少讀書 很多中企和小企 都會通過實踐去經營 直到我們三年前上市 才開始接觸這些條例 即ESG 我們以前沒有這樣說 不代表我們爸爸不做這些 但他們做是從心而做 不是說壞的 但就少了規劃性 現在我們搞上市 其實對我來說 資金反而不是最大的意義 最大的意義是有人 給予我們一個新的框架 原來要更上層樓 或者公司要做得更加持續 這些規劃是需要的 例如最簡單引入一些 所謂的獨立董事 INED 以前我們當然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在 上市公司的董事會 有五個成員 三個是獨立董事 兩個是公司代表董事 獨立董事用多個公司董事 所以他們是真正代表到小股東 去獨立地監控著我們 在討論之中 我們找到一個最佳的方案 這些都是我覺得 不同的管治 令到我們每一個決定都更加成熟 他當然規定了我們有一些 在上市公司層面 要有一些管治的委員會 除了這些必須的 我比較覺得 都是全民參與的感覺 例如逢星期三開這個會 相關議題的時候 我們那三十個管理層 都會一起參與 最簡單說 廚房廚餘處理 由我提出概念 我是一個工程師 我覺得可以有系統的處理廚餘 那些廚房部的同事 能否做到 其實我都是試一下 每一天 我們上欄和下欄是分得到的 上欄是切出來 會丟下垃圾桶的東西 確保衛生和營養沒有問題 想辦法用它 可以熬菜湯 包餃子 一天你不定義它是廚餘 它都不是廚餘 它是再活化的 有生命的 這樣便可以省到一些材料 但終於客人吃剩的東西了 下欄我們每天每間分店都會去清 計算到每一個客人浪費了多少食物 我們所有分店會做一個比較 我們會找原因 多點提醒客人 希望客人不要浪費食物 我們亦有一個紅綠卡系統 吃光會給它一張綠卡 綠卡 下次來光顧便可以便宜些 還有我們每一張綠卡 捐5元給一個環保團體 讓它繼續推廣環保 這些都是有效的工具 令到這件事做得到 所以未必特意有一個委員會 但那件事一做上來 大家都參與下去 知道這件事是目的 矛盾或為難都是看你感覺的 我既然作為一個商界人士 賭肉和發展可否做到平衡 我覺得這是我的角色 坦誠地跟他們表達商界的看法 他們擔憂些甚麼 但我強調不是反對做 而是要令他們明白我們的困難 從而找到一個做得到的方法 大家都接受到的方法 這樣才真正落散得到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 參與界是否一定反對環保措施 當然不是 我們都有子女 我們都知道保護地球 我們在地球上居住 都會吸入空氣 只是我們會知道 執行上來有些細節的困難 解決得到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願意做 其實Green Monday 我是第一代參加者 成立的 第一批參加的食肆 是有牛角的 當時我參加 楊大偉和David 都跟我說過幾次 他都想不到 因為表面上 我們是賣牛肉的 他叫人不要吃肉 我們本質上是天敵 但我的想法不是這樣 概念是不要全部吃那麼多肉 要吃多一點素食 我同意 不過要說服日本也有點難度 因為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燒肉公司 是會跟這些叫人不要吃肉的 團體合作 還要說要推出素食餐單 太過極端了 所以第一次申請他們是不批的 後來我就真的親自出手去說服社長 我覺得健康和素食這些方向都是對的 我們亦不想我們所有客人都膽固醇高 他們都應該要均衡飲食 商界和這些NGO 應該是為了社會的共同好處一起合作 所以我們就出一些好吃的素菜 沙律 其實客人吃得更均勻 所以大家都是共贏 其實就是因為我拍攝《窮虎勇大作戰》的節目之後 都很多人關注 我就覺得不如整個網頁大家有機會交流 後來發現這是一個好的溝通工具 所以我在每一張餐桌上都放了一張卡 就可以叫人有任何意見 還有最主要是如果你有事 覺得我的同事做得好 想讚賞他 就在Facebook告訴我 當然也可以傳電郵給我 每一個訊息都是我看 我親自回覆的 所以經常都被人說我打錯字 但是這個溝通我覺得很有用 有沒有投訴當然有 有時候試過有同事很大的壓力 但我解釋給同事聽 其實他如果不跟我說 他可能就會在一些網上隨便說 或者去找報紙 那你更大的壓力 反而他肯跟我說 我們還有機會去改善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投訴 真的是一種改善的非常好的工具 以及一個動力 我的同事現在都很習慣 特別管理層都會堅持繼續做 我從來都不會形容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因為他不是資產 是他的選擇 他來這裡上班是他的選擇 所以比較貼刺的形容 總之大家都是拍檔 說得辱麻一點就是家人 員工和客人之間都互為因果 大家都這麼重要 掌賞員工或者分享 是不是很難平衡 其實看我來說 一點都不難 像去年一樣 這麼困難的時候 說什麼派花紅 但是我一次會議 就跟管理層說 我今年還是很想派花紅 和加工 但是要做到這個願望 我要大家一起幫我 大家要做好些 盡量業績做得好些 事實上去年底 業績不錯 所以我跟同事說 派花紅加人工 不是老闆好人 是你們自己爭取的 是你們自己做到的 他不是遇到一個好老闆 不是這回事 我不是特別好 是他們好 他幫我賺到錢 所以我跟他們分享 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 其實我們今年也是盼望 繼續派加工 繼續派花紅 所以那個平衡是很容易 因為就算股東覺得很合理 你賺到錢 當然要跟同事分享 人壽保險這個 我覺得都值得再入教科書 他第一個特色就是 他是無中生有的 我沒有聽到有人做過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他真的因為有一些 你在現實管理上遇到的問題 很針對性 其實我當時很想鼓勵同事打針 但我們不想逼同事 只能夠鼓勵 你鼓勵的過程中 你就會了解到他們為何會不打 而那一次我遇到的那個同事 他就告訴我 他是因為剛剛那個寶寶出生 只有兩三個月大 太太也很年輕 他就很擔心打了疫苗之後 是會死的 我從他的描述 我感覺到 他是很真心地害怕的 所以我想了一晚 第二天我跟公司副主席 高小姐商量 不如公司推出這個寶寶 100萬 總而言之 打了疫苗之後 60天內 你真是身亡 公司賠100萬 有網民曾經在網上批評過我 你公司人命只剩100萬 金錢 我又不是 我說人命是無家 100萬只是我的能力上限 網民都很接受 這樣說也對 所以這件事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 他解決了一個人的內心恐懼 事後 今天我們公司 是超過九成員工打了疫苗 當時我想只有兩三成 所以效果很顯著 為何我說他特別經典 事實上我們到今天 是一元都不用花 我都很開心不用花 因為沒有人死 所以其實他本身是很安全 但這件事令到大家的內心安藥 零成本 但是解決了一個很重大的心理問題 所以我覺得都很成功 政府今次去這個2025年所謂第一階段 其實我認識的所有環保團體的朋友 都覺得是太慢了 應該去年就要做出來 但是我所有餐飲品的朋友 就覺得太快了 突然間說要搞這種事 現在疫情都這麼嚴重 生意又不好 為何要搞這種事 這些正正就是大家對這件事的看法 是有點難言不切 所以我覺得政府這個方案 其實就是一種妥協 我認為是挺好的妥協 例如像我公司一樣 其實他說第一階段就是盒 只是規管 外賣來說就是盒 不可以用法寶膠 最重要的根素 其實我們公司已經全面沒有用法寶膠 所以某程度已經滿足了第一階段 但我們也希望讓法例做得超前些 這些是我們真正今天用的東西 你看我們就是飲館 這條是借渣的 其實我們這個飲館這件事 是早三年左右 當時我們還有很多存貨 但是我們都覺得是時間 一定要去改善這件事 開頭是說要加兩元才給飲館 但是被人投訴得很厲害 後來就出了 你不要飲館減十元 一出了這個之後 幾乎未派過飲館 我們計算過這兩三年 起碼折省了150萬支飲館 既然政府說三年後又要進來推動 我們既然滿足了 那是不是就停步呢 我們現在已經在找一些 能夠滿足法例第二階段的替代品 但我們發覺又不是容易 有很多濕的產品 湯麵 一放下去 五分鐘十分鐘內就溶了 漏了 客人就不接受 我們終於搞了很久 找到一間在科技園的初創公司 它就可以壓到 真是一個盤子裝湯 兩個小時不用 三個小時不用 但是很貴 因為技術是很新的 我也有信心 市場一路慢慢大 社會的需要越來越多 再加上你多給兩三年發展 剛才說做得到的產品 我認為它肯定到時會便宜很多 而且也不止一間公司做到 所以我覺得是科技能解決問題 應該終於我們都會盡快 超前都會用到這些 你說如果中小期有心去環保 其實很重要都是你真的要有這種意識 還有願意去踏出一步 每一小步都是有用的 做到的事先做到 香港其實都算在環保 這些可持續的意識都算高 亦都很闊 生意來說 你真的要拿到平衡了 我們做食肆當然是很多人供貨給我們 譬如要求 最明顯就是要求所有供應商 不可以用發泡膠 但又不是說那麼容易 如果你太多限制 即願意交貨的人少 我的貨也會很貴 所以你都要看有些事情做到 有些事情未必做到 供應商開頭可能都會覺得我們麻煩 但做下去其實大家都發覺是好的 到現在固體費物收費又通過了之後 更加覺得這些必須 其實你當時沒有做 現在都要做 你每天丟這麼多發泡膠盒 根本也是成本大漲 所以有時候超前些 其實大家都和供應商一起進步 多謝黃先生今天和我們這麼精彩的分享 完結之前 我們還有最後幾條總結的問題 想聽聽黃先生的心得 直至今次這個節目 叫我們提名兩個供應商去參加 我們以前真的沒有這麼想 真的不想著自己可以去協助它 因為我們不懂得教 不懂怎麼說 最多都是提出一些我們覺得對的要求 都怕他們會不會覺得很麻煩 但誰知道原來不是的 有時候陪伴一起上課 大家一起的關係都會好 正正可以聯絡社會不同的關係網 一起為地球的永續努力 人做到的就是先做自己的部分 有些人說吃牛肉都是不環保的 難道我明天全部轉去牛角做菜角嗎 當社會還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我們繼續做 繼續賣 但我有其他產品給你選擇 我有Green Monday的選項給你 我有很多素材給你 我有其他的豬肉 甚至有些植物肉給你選擇 他肯選擇 那我便能夠堅持 其實我經常都不會想做一件事 經常想影響別人 我都是想改變自己 我覺得對的事就做 但客觀來說 因為我們飲食業 大家都很聰明 看到你有效果 很可能都會跟著做 最物質的一種我見過的 就是我十年前 開始全線轉用LED燈 那個時代很少人做 LED燈一來是貴 100多元過 那時很貴 燈膽是5元過 沒有人覺得值得換 但我計算過數 一個燈膽 LED可以用三年 還有保養 一個轉上的燈膽 普通的烏絲燈膽 是兩個月要換 三個月一定要換 只是浪費的人工 還有電 計算數 原來一個LED燈膽 根本不用一年就歸本 但這些我計算完數 我自己知道 我去裝 但別人見到 問我 你裝這些可以嗎 見到你用 那漸不漸會用 而事實上 你現在看到 大半餐廳已經用了 是否我的功勞 不是 但我是其中一個優先 有時就是這樣 你不需要去計算 是否我影響人 又是哪需要說那麼多 其實我們做這些中小企 沒有那麼多哲學 真的很多時候都是遇到困難 盡力去解決它 所以如果說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錦囊 我會覺得心態 真的挺決定命運 我相信很多中小企老闆 都很明白 其實困難永遠都存在 問題是你一度要解決它 至少心態調整了 你比較有動力去 一步一步盡量解決問題 在這裏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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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愛你